我可以拿 你就放在家 警方进入房间 白衣男桌上一把抓 再从床底下拿出一大包 到处翻翻找找 这都是毒品咖啡包 男子吸毒被抓 双手上铐狼狈上警车 警方共查获43包毒包 以及各种吸毒工具 但警方为何突然找上门 原来 男子联系外送平台 表示说要寄送随身碟 但外送员接到包裹之后 发现这重量跟随身碟不符合 加上取货的地点 就在大马路旁边 惊觉有意 打开一看发现全都是毒品 包裹上没有收货人 地点是马路边 加上重量不符合 外送员发现是毒品随即报警 而男子公称是因为没有安全帽 怕路上被警方盘查 才会委托外送平台 至于收件人则是自己收 说辞避重就轻 就会稍微看一下 但不会很仔细去检查 因为你知道我们时间就是金钱 利用我们这种无薪的 然后来去给他们托运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蛮可恶的啦 来犯罪 变成好像我们是在帮凶 外送员接单跑单 就怕遇上有薪人都会格外小心 对此询问当时外送平台 他们回应 案发当天外送员已向平台反映 确认是不当订单后 立即取消用户的权限 后续配合检济调查 但对于自行开包裹 后续也会加强教育训练 而男子这下也从刑则较低的持有毒品 变成刑期七年以上的运输毒品 自作聪明反而罚更重 东方新闻毒品又要提醒新北报道 自作人所达到地区 从许多小姐 我嗯 如何 你在